- 財資大道,林潔營,何文堅 - 回到直播室,我們繼續有林潔營,何文堅和特首林鄭月娥 - 早上特首! - 還有去到九點鐘的訪問 - 當作一個聽眾想問一個問題,特首是聰明人 - 但在你心目中有沒有一個你仰慕的人? - 不可以回答我林先生 - 不可以回答林先生,回答小林先生 - 還有小林先生的出現 - 兩個兒子,我很養母的兩個兒子 - 為什麼會養母的兒子? - 最近訪問我都盡量不講家人 - 他們倆都是有自己的主見,很獨立 - 也很愛好追求學術 - 在今天的環境,我覺得是很值得我作為母親 - 全力支持他們 - 其實在媽媽的角度,養母兒子是很應該的 - 會不會在離開特首崗位之後,多了時間去找兒子 - 不知道他們是否歡迎 - 我剛才說他們已經習慣了很獨立 - 但當然會比在任方便很多 - 當然我們要飛來飛去,也要看防疫措施方面的放寬 - 和經濟環境方面轉好 - 特別是在疫情之後,我們經常說逆後重建 - 香港現在很多一些企業,不同的一些sector - 都在想逆後重建 - 我想問一下林太太,怎麼看現在香港的經濟狀況? - 我覺得香港的經濟是會好的 -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問題 - 我們怎樣可以有內地和海外的聯繫 - 有旅遊 - 有一個可以安排很多大型的活動 - 無論是國際論壇,或者是文化的盛事 - 或者是體育界的比賽 - 那個活力就回來了 - 為什麼呢?我都從這個角度去分析 - 經過了這五年 - 未來的香港,我們現在說是上身精程 - 是一個新起點 - 在這個新起點裏面,我怎樣形容這個香港呢? - 第一,它是政治上更穩定 - 因為有了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 - 第二,它在經濟上是更加穩固 - 底子更加好 - 除了我們有些傳統優勢之外 - 在這幾年間我們有粵港澳大灣區 - 賦予香港重要的核心城市地位 - 我們有第十四個五年的規劃 - 給了我們不僅傳統的國際金融航運 - 和商貿中心 - 還給了我們發展成為國際的科技創新 -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- 國際的航空樓樓 - 知識產權、貿易中心 - 特別在金融方面,仍然有很多的舉措 - 例如怎樣可以加強我們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- 作一個資產管理、風險管理的地方 - 所以有了跨境的理財通 - 然後就在我們的環保 - 因為現在世界經濟離不開可持續性 - 其實這五年比較少說的 - 但其實做了很多就是在可持續發展 - 包括減碳 - 現在我們那個人均的碳 - 已經比幾年前跌了百分之二十多 - 大概每人是4.5公噸 - 但是目標是定得很高的 - 在2050年就要全面碳中國 - 這些就是工作 - 另外科技方面真的無可置疑 - 我已經沒有聽人說香港是high tech high - 這句話 - 大家現在都追求創新科技 - 甚至投行都開始投創新科技 - 所以在這一方面 - 那個投資也增加很多 - 獨角獸我們都有十幾隻 - 幾年之間有零 - 已經有十幾隻 - 另外就是文化是更加多元 - 這個不單止聚焦在西九文化區 - 那幾個標誌性的世界級項目 - 而在整體的氛圍 - 都是更加著重文化的生活 - 你現在看我們25周年的慶祝 - 有幾個大型活動都是跟文化相關的 - 包括在維港兩岸 - 這些保育的項目 - 還有這個星期稍後我會啟動的就是我們跟發展商合作 - 在維港兩岸做大型的文化建設 - 特別有些是文化科技的展示 - 所以整體上我們現在需要鞏固我們的優勢 - 提升我們對於香港前景的信心 - 就認罪社會 - 最好快點通關 - 特首都講了幾次了 - 希望退休之後參與多些文化工作才說 - 進修都想在這個範疇自己進修 - 其實你覺得香港在文化身份方面 - 我們中國文化身份方面 - 還有什麼誤區或者缺位 - 我們應該要填補的呢 - 還有很大量的工作 - 你想一下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- 包括分離的部分 - 是一個特別行政區 - 而大部分香港人其實是中國人 - 但是竟然現在還要說 - 現在才學習中國歷史 - 所以在初中成為一個必修的獨立科 - 現在要加強國民教育 - 想一下都真的有點慚愧 - 為什麼要去到現在才加強這些理所當然 - 也就是認識國家 - 增強我們的年輕一代 - 對於國家的向心力的教育工作 - 但是不要緊 - 遲了我們就加把勁來做 - 因為唯有有了這種國民身份的認同 - 和對於國家發展的最新了解 - 在經濟上才更加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- 從而為新一代製造更加多發展的機遇 - 也都在國家安全那裏更加穩固 - 你想一下一個地方的人 - 如果對於自己的國家 - 沒有那種強烈的認同 - 或者是歸屬感 - 你叫他去考慮國家安全來辦事 - 是相對比較難的 - 或者投入不到 - 是的 - 殖民地年代是非政治化的 - 但是回歸之後的25年似乎都還未值得跟 - 將我們發掘中國人的身份 - 是的 而文化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- 切入點 是的 - 可以讓人輕鬆一點 - 那你一個話題 - 特首都在任內的時候都講過 - 特首要的崗位 - 是一個雙重文宅制的一個角色 - 是的 - 那可否臨別的時候都給一些總結 - 你覺得要扮演這個雙重文宅 - 既要跟香港市民民宅 - 又要跟中央政府民宅的難處在哪裏呢 - 怎樣拿捏到這個崗位呢 - 這是一個真的很獨特的憲制的責任 - 都是很少地方有的 - 是的 - 無論是民選的政府 - 或者是其他委任的政府 - 都應該是向一條線負責的 - 但是在《基本法》之下 - 因為一國兩制的方針 - 這一位港人治港之下的 -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- 他其實是直屬於中央 - 透過這位行政長官 - 中央就可以給香港有個高度自治 - 港人治港 - 當中央去處理一些 - 屬於他的全面管治權的事 - 他又要透過這位行政長官 - 而要一個兩制成功 - 特別在兩制方面發揮得好 - 又要這位行政長官 - 將香港的情況 - 反映給中央知道 - 我不能夠說 - 他的設計上是特意設計得很難 - 但是在落實執行的時候 - 他往往是會有一些新的情況 - 是估計不到的 - 你可以想像 - 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 - 所有東西都一致的 - 都是拓展經濟 - 改善民生 - 逐步按著實際情況 - 推動民主 - 亦都是堅守一國原則 - 這樣就沒有什麼矛盾 - 不但沒有什麼矛盾 - 而是這個中央 - 會不斷地支持香港 - 比維港的政策好 - 或者是比我們專業人士 - 多一些去內地發展 - 因為市場是大到這麼厲害 - 但如果在兩制之下 - 有些事情 - 對某一些事物的看法是有不同 - 那就要不斷地去透過行政長官 - 去反映、去溝通、去解釋 - 但如果有些情況 - 香港有小部分的人 - 是對著幹 - 是利用香港來衝擊國家 - 甚至利用香港來危害國家安全 - 那這條紅線一觸碰了 - 那行政長官只有一個功能 - 就一定要堅守一國原則 - 在這裡一定要向中央負責 - 無法迴避 - 那會不會特首難為了家嫂 - 有時候有這樣的感覺 - 我又沒有這些感覺 - 因為我都是有話要說的人 - 無論中央要說的話 - 例如國家安全是很重要的 - 中央是有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 - 有些是中央的事權 - 政治體制是中央的事權 - 我們要說給市民聽 - 同樣地有些要保持香港獨特的優勢 - 有一些兩制之下的香港的情況 - 是跟內地的一套制度不同 - 我亦都要說給中央聽 - 從而希望找到一個最適合可以令到一個兩制 - 是貫徹落實的方法 - 林太太 現屆政府總結了 - 你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- 各個範疇都有進展 - 接下來新一屆政府都做了班 - 昨天也公佈了他們的問責團隊 - 你自己寄予他們 - 接下來新一屆的官員 - 甚至後任特首方面有什麼提示給他 - 我又不想說我有什麼意見給他 - 不過就好像我昨天發了一個聲明 - 這個新班子的組成 - 順利的組成 - 都是符合我去年10月在施政報告裡面所講 - 以及所期盼的 - 我當時在提升管治的環節 - 除了有政府架構的重組之外 - 我就說是的 政府架構重組 - 做事會順利很多 - 但最終都是人 - 究竟有什麼人呢 - 所以我就呼籲 - 既然現在完善了選舉制度 - 我當日要邀請人入熱廚房 - 那個廚房已經大大降溫了 - 你看這半年我們在立法會那種相對順利 - 你就知道了 - 所以我希望能夠見到更加多有承擔 - 有有志服務 - 社會和貢獻國家的人士加入這個班子 - 所以班子的人數又增加多了五位 - 早班的時間其實比過去任何一屆都要短的 - 順利組成都說明是真的有這個現象 - 有更加多有志有抱負的愛國愛港的人士 - 是願意加入這個班子 - 再下去因為已經有了這個完善選舉制度和國安法的保障 - 我對於下任我真的覺得是聚焦發展的了 - 就正如Raymond剛才問 - 這屆政府做了很多民生 - 是 花多了錢 - 下一屆一定要聚焦發展去做大那個餅 - 那個經濟範圍 - 同時是要解決重中之重的房屋和土地的問題 - 很多今屆的工作是需要深化的 - 譬如國安法定立了不是等於天下太平 - 它是要深化 - 而深化也不只是紀律部門去調查和律政司去檢控 - 是需要在防範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方面是要深化 - 這個就是需要有教育、公眾推廣和一些以往的做法重新檢視 - 它會不會有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存在了 - 但是以前沒有察覺到 - 必須要將這些漏洞都填補了它 - 但今早報章有些評論說 - 新一屆班子就是林鄭的班底的清零 - 你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呢 - 或者擔不擔心現屆一些政策 - 難以貫徹在下一屆 - 這裡有兩個問題 - 人是一個問題是政策的問題 - 我到現在聽到的是 - 我們這一屆政府的政策 - 在下一屆的延續性是很高的 - 無論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策略 - 或者是明日大禹的交易修的填海 - 都是很高的 - 創科也都聽不到說要推倒重來 - 至於其他勞工的議題都已經定案了 - 是一個執行的 - 所以政策的延續性似乎是高的 - 那你說我什麼叫林鄭班底 - 在我的任內到這一刻 - 我的司局長就是我班底 - 我的司局長就是個人有什麼取態 - 等於我自己 - 我也有一個取態就是我不想再連任 - 交棒 - 所以個別的官員都是自己有這個考慮 - 新一屆特首又說會重設中央政策 - 17年的時候你取消了政府的智囊 - 讓你回頭回頭 - 你會不會仍然選擇取消 - 作為一個政府半體制的智囊組織 - 現在都很難回頭回頭 - 因為我上任的時候 - 我覺得最欠缺就是一個政策創新 - 和一個統籌 - 其實某一個程度在我範圍之內 - 去開設一個這樣的單位 - 始於我做發展局局長 - 我做發展局局長的時候 - 有一個單位叫做發展機遇辦事處 - 英文是DO -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fice - 即使連當時的泛民議員都是支持的 - 認為有時候政府太過分裂過你 - 有人有一個好的項目 - 尤其是跟土地有關 - 都是不知道去拍哪裏門 - 所以就有一個這樣的叫做發展機遇辦事處 - 去到我做政務司司長 - 我要統籌扶貧 退休 - 還有很多大量的工作 - 就有一個叫做PBCU - 也都是一個政策和項目的統籌 - 所以做行政長官 - 我希望有同一個單位 - 但不是等於這個單位 - 不可以有一些智富智囊的角色 - 在今天叫PICO - 政策創新和統籌辦 - 他都繼續和智富保持很緊密的聯繫 - 會每年有幾千萬的撥款 - 支持這些大學研究的機構 - 就著一些特定的社會議題 - 去提交一個報告 - 政策創新辦的主管 - 也都時常和智富見面 - 我們也都請了一批比較年輕的同事 - 就在那裡來討論一下政府政策的創新 - 所以這個是一個名稱的問題 - 你下一屆政府想叫他做中央政策做好 - 或者其他名字 -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- 林太 過去42年的公務員生涯當中 - 你都出任過不少工作崗位 - 剛才也有提及過 - 其實有沒有哪個崗位特別難忘的呢 - 我去到每一個工作崗位 - 我都在那個崗位尋求樂趣 - 找工作做 - 還有找一個工作上的滿足感 - 還有很多時候都是開創性的 - 我不會說前人是這樣做你就這樣做 - 我也都不是故意說要出位 - 不過是覺得需要創新 - 但是我42年前加入政府 - 都是兩個目的 - 第一就是服務市民 - 第二就是建設香港 - 以一個最能夠直接服務市民 - 當然是一個三年多的社會福利處處長 - 見到有什麼個案 - 我們就立刻幫忙 - 無論是政策是容許不用許 - 因為社處處長是有一個很大的著情權 - 是可以幫忙的 - 建設香港最直接的 - 當然是發展局務長 - 維港兩岸的海濱的建設 - 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- 這些是很直接的 - 海濱的建設其實很值得讚賞 - 很多市民都可以享受到現在不同的海濱的特色 - 我每次經過都很開心 - 尤其是見到有市民在那種的遊閒 - 那種的自由 - 無拘無束 - 但是這個工作最大的功勞就不是我 - 最大的功勞當年是二十幾年前的補港會 - 它是令政府要改變對於維港的看法 - 不是再不斷地填海做地 - 而是要還港於民 - 另一個需要感謝的就是海濱事務委員會 - 前身由我設立在2004年的共建維港委員會 - 特別是主席吳永順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 - 其實去到我們訪問的尾聲 - 特首我作為第一位女性特首 - 有沒有一些敢予可以寄予職場的女性 - 如何平衡這個工作的崗位和家庭的崗位 - 過去五年有沒有跟林先生完整看過一場戲 - 早期有 - 通常都是在十點多之後都會唱 - 早場 - 即是早場 - 我也是這個字的 - 紀律 - discipline - 即是當一個職業婦女 - 當小朋友小的時候 - 應該盡量給自己有紀律 - 什麼時候要回家就回家 - 什麼時候要先以自己的子女 - 對你的要求 - 就擺在最高的位置 - 不是將他們擺到你的所謂 - 所謂intrate的底下有空 - 我就幫你做 - 所以是需要一個很嚴謹的紀律 - 來分配一些時間 - 我不是很接受 - 我不夠時間去照顧子女 - 時間是逼出來的 - 你看看你的優先次序如何擺 - 退休之後會如何平衡和家庭 - 還給林先生更多的時間 - 我想現在她都擔心我天天煩 - 找多些朋友 - 是的 - 所以我也是打算各自精彩 - 是的 - 你自己看香港方面 - 接下來的前景方面的看法又如何 - 前景是非常樂觀 - 我對香港是充滿信心 - 只要我們堅守一國兩制 - 用好香港的優勢 - 再是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 - 香港一定是一個更加好的香港 - 今天很感謝特首林鄭月娥 - 來到我們財資大道 -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故事 - 也都祝願你之後一切順利 - 祝你生活順利 - 多謝 - 休息回來後我們會有其他環節 - 休息一下